随着电视作品与日俱增,观众们对作品也越来越挑,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越来越苛刻,近些年,流量明星的作品,似乎越来越难以扶重,并不是因为它们长得太好看,除了颜值就只剩下流量。 比如从创造101出道的杨超越,也不是因为它们涂质抹粉,没有了以往纯天然的颜值,更不是因为它们片酬越来越高让观众看不过去。 而是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,过去的明星,在同样的情绪下,有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演绎方式,但是现在的明星,不同的情绪有可能都只能用同一个表情去诠释。 这样观众怎么会买账,就拿邓言这件事来说。 同样是邓言,秦霞姐演出的是英气,她在《笑傲江湖》中饰演的东方不败,可谓是暴气十足,这一角色也成为了被众多演星模仿的对象。 张敏可谓的80后粉丝的梦中情人,她第一言一行,都让观众挪不开眼,就算是邓言,也同样看出眼中有戏,或是被伤。 或是楚楚可怜,她都能进入自己的角色,即使是瞪眼,也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为之。 观之林演戏也喜欢瞪眼她的眼睛是很清澈的,生气或是微笑,眼睛都仿佛会说话,能告诉观众她的在干嘛。 再说到年轻一代一样会瞪眼但是却不会让观众跳戏的演员是赵丽颖,在《楚桥串》中,赵丽颖演绎的有些悲情,她的愤怒,她的迫不得已都写在眼睛里。 纵观以上瞪眼的明星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眼睛长得大,但要说眼睛大,那都比不上小燕子赵薇了。 同样是瞪眼,但是在观众看来,这些眼神都是可以理解的,说完这些可以理解的瞪眼,接下来的要说下,那些不能被理解的瞪眼镜头。 首先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咱们的皇教主夫人杨颖了,杨颖可谓是能从第一集瞪得全剧中的人,要说她瞪眼数第一,就没人敢争第二了。 就问你,郭青年是不是死了,也是无力吐槽,这八千万的演技都已经这样了,那些拿几百万片酬的演员演技该有多牛。 说完杨颖,咱们再来看,下,还有哪些瞪眼的大神,元方,就问你怎么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